江江我们又来了 这个昨天说的这个 里边配有面包碎的鸡肉 鸡肉杯面 但是这个是不是面了 是面包碎 然后我们还是拆开 我猜里边跟那个 昨天开的那个一样 也是摆色包装似的 没猜错 里边也是这样的 它这个面包碎呢 我感觉应该就是那种 面包烤干了之后 然后搞碎它 你想吃这种面包碎呢 其实有两种方式 可以在国内达到同样的目的 第一个方法呢 是去买那个法棍 不用去的太远 去那个 去那个那个叫什么 沃尔玛 沃尔玛有个两块五一根的法棍 全国统一价 全国的沃尔玛都有卖 两块五一根的法棍 你把它弄碎了 应该就是这种小的面包碎 然后如果你附近 家附近没有沃尔玛 那你可以买去买那种白吐司 然后回来之后呢 把它放在 那个吐司机里烤一下 就打到同样 烤火大一点 应该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泡水 那等它泡到时间这块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 这一盒的话是有两份吗 一份三十克含有 一份三十克泡完水之后 含有五百二十八前焦的热量 其实这个我有点没懂啊 你看这个我觉得挺奇怪的 它是这种东西的 哦 它这个每一百毫升啊 是冲水之后每一百毫升 含有二百一十一前焦的热量 如果是一袋的话 它要冲二百五十毫升的水 然后含有五百二十八前焦的热量 也就是这个破碗比拉面热量 比那个泡面热量还高啊 靠这个东西 不健康以后不买了 那么这个应该是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筷子好烫 试一下 首先它里边还有这个 有这个豌豆碎啊 你又能吃屁了 试一下这个面包 比我想象中的还糟糕 我想象中这个面包呢 应该是 泡一泡还能泡软 结果它在这个外边裹了粉啊 死都泡不软 泡了一会儿之后 这个面包还是脆的 然后感觉像吃什么呢 诶 想起来了 这个我们之前吃了一期齐多嘛 结果它那个齐多很难吃 那个是球状的嘛 而且不是跟国内齐多口感不一样 但这个东西 意外的跟齐多的口感一样 对 这就是一个味道 全是味精味的齐多 那试一下它的汤 把这边的面搅一搅 昨天我们不是有个面没泡开吗 然后我说 泡开了之后 重新录一期 看看味道会不会好一点 这边边上再偷偷泡那个面 除了刚才喝到的时候 有一点 是个豆子被我喝进去了之外 有一点点安慰之外 这个汤简直难喝得要死 他写了这个叫cream of chicken 奶油鸡肉 其实我本来不太爱奶油浓糖 本来就不喜欢 这个东西就是浓汤味 然后非常非常糟糕的浓汤味 这个喝这个东西 应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情 如果你在一个极为阳光的午后 心情非常好 然后坐在西餐厅里 看着海 看着远方的景色 我觉得喝这个东西的时候 能稍微OK一点 而我现在刚刚从帐篷里醒来 是吧 然后在家还得搭帐篷 不然睡不踏实的 不然没法好好睡觉的 这么一个地方喝这个东西 然后再知道 它是一个廉价货之后 这个心情就变得十分糟糕 这个东西不好喝 那么就这样吧 这个看看这个面泡的怎么样了 面没泡好的话 我就暂停视频 然后泡好了之后继续 这个面泡的还不行啊 我暂停视频 你可以看到这个汤又少了一点 暂停期间 我又喝了一点这个汤 然后 我发现这个汤还是比较能忍受的 最不能忍受的是 它里边的面包馅 这个面包馅呢 奇咸无比 本来喝的汤 喝的好好 偶尔吃到一口面包馅 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然后这个面还在泡 已经又泡了两分钟了 但是它还没有软化的迹象 我决定再泡一会儿 然后再跟你们录 这个时光飞逝 岁月如素啊 我等到海枯实烂 天地合 它还是泡不烂 可见这个面跟那个杯装的版本 应该就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全卖款的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会去超市找一下 如果有这个美籍的杯面的全卖款 那我就再买一个它的全卖款的杯面来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就是这个袋装的泡不烂啊 那么因为还是跟昨天那样也泡不烂 我就吃一口尝一下有多大区别 咱们就结束 一点区别都没有 还是那种泡不烂的感觉啊 还是老味道 那么我们就结束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未知小白与我互动 拜拜 拜拜